好的 主要各位观众 为您持续关心香格拉对话的最新现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今天早上对外发表了演讲半个小时的演说当中 后半篇幅主要是针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来发表谈话 先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抗议或抗议或抗议 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抗议或抗议 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抗议或抗议 现在这些是特别重要的在台湾里 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抗议的改变 改变的双方法 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抗议 我们必须不断选择抗议 奥斯丁强调美方是遵循一中政策 但也提及了台湾关系法 另外在QA的环节当中 各界也是非常关心台湾问题 八个题目当中就有三题问题 有关台湾以及台海相关的一个情形 要求奥斯丁来回答 那与此同时外界非常关心 美国以及中国大陆防长会不会见面 那在昨天晚宴上面虽然有简单的寒暄 但是并没有更进步的互动 奥斯丁在今天的演出当中 也很很酸了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胡先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For responsible defense leaders the right time to talk is anytime the right time to talk is every time and the right time to talk is now dialogue is not a reward It is a necessity And a cordial handshake over dinner is no substitute for a substantive engagement 美中小学的两大关系 在这次的峰会上面 到底有没有可能有所缓解 又或者是可以达成什么样一个对话 又或者有什么样的进展TVBS采访团队 作为全台的唯一在新加坡上 要对话的VT会持续为您进一步关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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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